特首選舉近期成為成中話題 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接受思考香港專訪 被問到國家主席習近平一月聽取特首林鄭月娥述職 讚揚她展現愛國愛港情懷 如果林鄭月娥有意爭取連任 是否具有優勢呢? 林鄭月娥述職主席 國家幫我們原錢的選舉制度 都是特區政府幫忙落實的 林鄭月娥也盡忠職守 並且林鄭月娥受了制裁 也可以說為國家付出代價 所以我覺得國家主席這樣表揚她也應該 甚至一家也受到影響 林鄭月娥會否其中一隻馬 林鄭月娥當然是 我相信她一定想的 不過葉太就認為另一個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 表態支持林鄭月娥連任 說法比較吃虧 我不知道為何她說她最開放 不知道是否因為她委任了泛民的羅次光 湯家驊也是來自泛民 但如果她做更大的團結工作 委任幾個人是不足夠的 不過我自己有慘痛的經驗 我推銷23條的時候 就不覺意引述了一句英文的 意義 魔鬼在細節 即自己抹黑自己的條例是魔鬼 被人罵了很久 所以這些雖然是湯大狀 是一個常用的英國用語 但說出來是吃虧的 雖然我永遠都不會再這樣說話 湯先生就沒有這樣的教訓 至於前特首梁振英 有沒有可能再參選 這個都不到我評論 因為她的好朋友張志剛先生說 副主席都可以出來參選 當然我沒有法律說副主席不可以出來參選 你們看中央認為合不合當 她指出選委會新設的總召集人 是很重要的職位 要由國家級領導人出任 而香港只有兩個人符合資格 包括梁振英和另一個前特首董建華 用大務為精神去做才好些 葉太也說到未來特首應有的條件 下集再說